大家好,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PVP中这个单立模式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观察者模式 好,下面我们开始 观察者模式用于定义对象的一对多的依赖 这一来,当一个对象的状态改变时 它所有的依赖都会收到通知,并且自动更新 在我们这个观察者模式中 会改变的是这个被观察的这个状态 以及观察者的数目 用这个模式我们可以改变依赖于 这个被观察者的状态的这个对象 却不必改变我们的这个被观察者 这个被观察者我们通常也称之为主题 通过这个设计模式 我们就可以找出程序中会变化的方面 然后将其和固定不变的方面相分离 达到了一个结偶的这么一个目的 而我们的这个主题和观察者都使用接口 观察者利用主题的接口向主题注册 而我们的主题利用观察者接口通知观察者 这样我们让两者之间运作正常 并且同时具有松偶和的优点 观察者模式利用组合将许多观察者组合进主题中 对象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通过计程产生的 而是通过在运行时利用组合的方式产生的 这个模式它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被观察者 它需要追加我们的这个观察者 然后在满足条件的时候 它要通知我们的这个观察者 所以它有一个观察条件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观察者 需要接受观察者的条件 观察者模式在PA局中的应用场合比较多 在我们的外部开发中 典型的两个场景 第一个是用户注册的时候 当用户注册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发送邮件 验证一下对吧 或许我们还要通过这个短信 或者是其他方式通知我们的这个管理员进行审核 第二个场景就是我们在购物下单的时候 下网单之后 有些网站的话 它会通过邮件来通知我们 然后会通过短信的方式也来通知我们 对吧 所以这件场景我们都是可以 利用这个设计模式来解决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代码 看它是如何实现的 来我们看 首先我们定义了这么一个函数 叫做by 然后里面接受一个user 对吧 然后它我们就在这里只是一个示范 就输出by census购买成物 对吧 然后返回处 好 我们紧接着定义了一个user 这么一个类 这个类里面我们定义了这么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用来做什么 用来保存观察者的列表 相当于我们user就是一个被观察者 然后首先提供一个方法用来注册我们的这个观察者 然后紧接着我们用来触发这个条件的时候 统一通知我们的这个观察者 所以我们在这里方法面定义为了区隔 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当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 我调入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使用我们的这个观察者来更新了 对吧 来 紧接着 我们定义了一个观察者需要设计的接口 它里面有一个函数叫做update 对吧 好 紧接着 我们又定义了两个类 一个是sms 它设计了我们的这个观察者接口 然后里面输出了smsnotify对吧 然后我们的这个email观察者 它就输出我们的这个emailnotify 好 我们看如何使用 首先我们定义了这么一个user对象 对吧 这个对象里面 我们通过这个regest的方法 注册了两个观察者 一个是sms 一个是email 对吧 好 当我们购买成功的时候 我们就满足这个条件了 我们就触发我们的这个通知 就通知我们的观察者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两个观察者都会收到通知 那么它指清它里面的方法 对不对 好 来我们看一下 它是如何运行的 好 我们执行 哎 我们看到 首先它输出了购买成功 对吧 因为我先购买 然后紧接着 购买成功之后 我们就调用了我们的这个区隔方法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两个观察者 里面的这个update的方法 都要被执行 对吧 好 那它第一个短信 它就输出了sm notify 而第二个邮件 它就输出来了这个email notify 好了 这个只是我们一个小小的这个场景的这么一个demo 对吧 实际应用比这个肯定要复杂 但是基本上的原理就这么回事 好了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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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